远远流长的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 而且也是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那么在上一季挑战不可能节目当中 我们见识过一位挑战者在台上 以最快的速度来辨识每一个汉字它的笔划数 这个是我们小学大家考试一定要经过的这些题目 去数一个汉字的笔划 但是到今天还有多少人能熟练地掌握 我们之前学过的这样一个知识 那么今天我们再一次请回了我们的这位挑战者 但是今天他并不是一个人面对挑战 有另外一个年轻人要向他发起挑战 我们掌声有请两位上场 掌声欢迎两位赵远彤 徐瑞 大家好 我叫徐瑞 今年12岁来自江苏树阳 大家好 我叫赵远彤 今年12岁来自河北仁秋 在我们的挑战当中完成的挑战是平均每0.79秒识别一个汉字的笔划 而且它的准确率高达99% 我们把去年远彤这个创造的成绩作为了一个标杆 为两位设计了三关的挑战 第一关是单字笔划的速变 第二关是多字总笔划的速变 第三关是多字总笔划的听变 也就是第三关他们连字都看不见 有人给他们读出来 他们听到这个字立刻反映 这些字的总笔划是多少 三关挑战过后取得两关胜利的那一位 极为我们今天挑战成功的那一位 两位听清楚我们的规则了吗 听清楚了 好的 之前我在电视上看过她的节目 我觉得那种难度我也行 她比一比看谁更厉害 你之前在电视上看见愿童发挥得非常好 你已经开始练这个笔划分辨了吗 还是说你从来没练过这个 你只是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有天赋 从来没练过只是有天赋 一般读书好的学生都这样 我也不复习 对 昨日那场电影不错 什么什么 每回都考一百分 好烦 都是这种 无论他们的状态是经过刻苦训练的 还是天生高材 但是今天三关已经刚才大家听到了规则 那都是非同小可 绝对是设计的非常有难度 我接下来宣读一下第一关挑战规则 我们将会请一位评委 从现场三百本书当中 任意挑选一本 选一段不少于二百个文字的片段 我们由书法家现场来进行腾钞 两位挑战者需要正确地答出 这二百个字的笔划数 我们最后算总时间二百个字 你只要在一百五十八秒之内 而且笔划回答的正确率 不低于百分之九十九 满足这两个条件 正确率高的那一方获胜 第一关的起点就是去年的最好成绩 最好成绩 这个太难了 一天来到这里一定都是高手 有没有信心面对挑战 有 好 那接下来我们第一关挑战 就进入准备阶段 有请挑战者坐上挑战座椅 并且有请挑战助理 为他们戴上耳机和眼罩 有请两位 有请董卿评委 在我们身后的这三百本书当中 挑选一本 有请 并且要选出这一本书当中 一段不少于二百字的片段 这一本书当中 主编赵继芳博士 中国书法家协会 凯书委员会委员李明 北京语言大学 汉字研究所教授 罗卫东教授 非常感谢我们几位专家 来到现场 帮我们完成这次挑战 有请挑战助理 李一默伺候 我们三位专家是这样分工的 刚才董卿评委 选出的那一段文字 我们将会交给赵继芳博士和李明委员 被我们腾抄到这个答题板上 我们要请罗卫东教授 来核实验证每一个字的笔划数 给我们标准答案 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到场上把刚才罗老师 给每一个字标出的标准答案 进行遮盖 有请挑战助理 带我们的挑战者进入挑战位后 为他们摘下耳机和眼罩 两位选手因为长时间的戴着眼罩 处在黑暗的状态当中 所以我们稍微给他们一点时间 让他们恢复一下 对现场的这个光的适应度 问一下两位挑战者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两位第一关挑战 开始 速度感觉他们已经把这个文章背下来 他们看都不用看 就是想 这么厉害啊 哇 他们是不看内容的 因为他们现在写的这个顺序 不是连贯的意思 他们没有按照连贯的句子来 回答他们是分行 100中一刷秒写出200个字对应的笔画数 平均每个字 仅有0.79秒的时间 并且正确率要达到99% 两位挑战者 能在限定的时间内 完成挑战吗 是什么 好 赵元彤率先按下了 但是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我们不仅比速度 还要比准确率 好 两位都已经完成了挑战 来 请回到台中间 两个人的速度 几乎是相差了那么几秒 元彤是两个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听一下怨童 她的正确率 挑战者赵苑彤 正确 我觉得我单次的方面 肯定就是比徐瑞要强很多 赵苑彤 正确个数为198个 总用时122秒94 徐瑞正确 徐瑞正确196个字 错误四个字 用时是133秒69 我宣布第一关挑战 获胜者是赵远潼 但是三局两胜 接下来这局 对徐瑞来讲太关键了 非常关键 如果徐瑞不能拿下这一局 其实挑战就 从某种意义上就结束了 接下来两位将再次进入到 等待区耳机和眼罩 我们现场将要出第二关的题目 我的优势在后两关 我心里还是非常优地的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 书法家协会会员 书法家协会会员谢立毅老师 书法家黄涛老师 上场 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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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第二关的挑战会怎么 评委将从春联大权当中 随机挑选五副春联 我能不能自己加一个 您自己要能出得了对联呢 那当然可以啊 接下来就有请两位书法家 在现场进行腾抄 卢老师来为我们给出这五副队联 比划总数正确的答案 计时器开始计时之后 挑战者各自作答 挑战者要迅速地计算 并且分别写出 每一连上下连的总比划书 不是单个的字了 正确率高的获胜 如果正确率相同的情况下 用时短的获胜 两位是否做好准备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 接下来我宣布 两位挑战者第二关挑战开始 本轮挑战 两位挑战者不仅要看每个字的笔画数 还要计算每一连七个字笔画数的总和 才能确保成功 是第一局领先的赵远彤 直接拿下本轮 还是暂时落后的徐瑞 顶住压力获得成功呢 122 30 36 47 12 11 33 71 47 12 25 35 41 16 好 两人用时情况 徐瑞在这一关 在时间把握上 要超过了怨童 徐瑞用的时间是 一分零一秒 而怨童用的是一分零五秒 也就落后了大概四秒钟 但是关键还是要看正确率 正确率相同的情况下 用时最短准获胜 接下来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为我们验证答案 这一局刚才孙杨说了 对于徐瑞来讲是生死战 徐瑞能不能够为自己 拿到最后一关的机会 就要看这一关 他的答题情况 有请挑战助理 为我们揭晓罗老师 给出的标准答案 第一 衣服春联的上联 总比划四十一 我们来看赵远彤第一个答案 四十一 正确 来看徐瑞的第一个数字 四十一 正确 来看正确答案的第二个数字 也就是第一副春联的下联 总比划四十五 先看赵远彤 四十七 赵远彤出现了一个小的失误 多算了两个 就是四十七 就是四十七 很惊讶 我觉得是答案错了 然后回头一看 也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人寿年峰喜事多 主持人说是年峰 然后才知道 自己看错了 自己看错了 我看的 我眼睛看的是年年 人寿年年 他把年峰看成了年年 这个写得非常清楚 人寿年峰 这个是赵远彤 犯下的一个 在时间极为紧迫的情况下 犯下的一个疏忽 这情况不妙的 没有时间看上下联 觉得他已经摁了 然后比较着急 如果有时间看上下联的话 应该能看出这个错误 然后检查出来 接下来看一下徐瑞的答案 四十五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 第二幅对联的上联 总比划数 四十七 我们来看赵远彤 四十七 没问题 我们来看徐瑞 四十八 遗憾 在这道题目 算多了一笔 我觉得我那题是不应该错的 我是比较紧张 所以现在两个人打平 都各自错了一个 其实我还是挺紧张的 因为他的速度比我快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 第二幅对联的下联 总比划数 三十五 来看赵远彤 三十五 没问题 看徐瑞 三十五 这道题两个人都答对了 来看第三幅春联的上联 总比划数 三十五 赵远彤 三十五 徐瑞 三十五 没问题 两个人非常胶着 现在已经过半了 两个人各错一个 来看第六个 三十八 赵远彤 三十八 徐瑞 三十八 第四副 五十四 赵远彤 五十四 徐瑞 五十四 第四副春联 四十五 赵远彤 四十五 徐瑞 四十五 最后一副春联上联 一副春联 四十五 远彤 四十 四十五 没问题 云瑞 四十五 没问题 好的 最后一个数字 第五副春联的下联 总比划数 我的心比较紧张 因为如果我 如果我错第二个的话 那么就代表我这关失败了 那么就代表我前功近习 五十 三 他写得像个二 但实际上是三 祝贺学类拿下一局 果然顶住了压力 来 两位回到舞台中间 此刻感觉怎么样 还好 是不是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放下 因为如果这一局你要是拿不下 就实际上挑战已经结束了 冤彤 现在什么感受 也是还好吧 这一局胜出者 徐瑞 请听第三关规则 现场我们有一位书法家 他名叫董青 他要随机写下九组 和新年有关的四字词语 我们将由挑战助理来依次朗读 而你们将用抢答的方式 告诉我这四个字的总笔画 答题时间三秒 回答正确 我们给你们加一分 但如果回答错误 或者你超过三秒没有回答 我们给对方加一分 全部答题完毕之后 得分高者获胜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我们有请挑战助理 为他们戴上耳机和眼罩 与此同时 我们也有请现场的挑战助理 给董青评委笔墨伺候 师傅 好 谢谢董青评委 九组词语 一气呵成 接下来我们还是要有请罗教授 为我们现场的两位挑战者 先给出标准答案 第三关是关乎到两位的生死战 谁能够在第三关胜出 谁就是挑战成功的那一位 谢谢 谢谢罗教授 谢谢您 请挑战助理 为我们的挑战者摘下耳机和眼罩 这一关可是抢答 只要听到这个词说完 随时可以按下抢答键 我宣布 第三关 挑战开始 新年大集 徐瑞 28 请验证新年大集的总笔画数是 28回答 跳不去 加一分 余瑞先拿一分 接下来请挑战助理继续 不太安康 余瑞再次强盗 40 正确答案 错了 40 愿童要加油 万事亨通 徐瑞又抢到一题 28 28 徐瑞已经拿到三分 接下来请听题 四海欢腾 徐瑞 34 哇 验证 再拿一分 徐瑞已经四分了 输在这个拍上面来算它肯定不会有问题 第三轮就是手速没有大块 抢不过来 对于愿童来讲 这道题是生死之战 请听题 春河锦绣 愿童 36 正确 正确 愿童拿到一分 4比1 仍然压力还在愿童这边 请听听 正通人和 徐瑞强到了 29 为达正确 徐瑞 无比 漂亮 一中今天的挑战 挑战成功的是 徐瑞 恭喜徐瑞 挑战成功 我觉得愿童不是输在了笔画的笔拼上 是输在了数学上面 我们这次比的不是单个字的笔画的速度了 对 而是 你看这个上联 比如说七个字 加在一块的一个速度 他这里边涉及到了一个对心算的问题了 徐瑞很自信说 他有把握自己在后两关当中可以胜利 你平时是不是数学成绩很好啊 对 数学100 语文99 数学满分150 150 数是我那个年代 数学一般 100就是满分了 所以你数学你能拿到多少分 145以上吧 这个项目因为我觉得看上去是在比赛 但更重要的其实是让大家每个人都对这个中国字怎么写 中国字怎么认 甚至它的意思能够有更多的了解 那你觉得汉字美吗 我觉得它很美 苍净有力 而且它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 很小就离开中国 每次看到汉字 就一种莫名的亲切 因为汉字传承了我们上下五千年的传统 其实你知道汉字是谁造的吗 苍结 对 所以古书当中有记载说 苍结作书 天欲素 鬼夜哭 就是说苍结造字之后啊 因为有了汉字 这天地间就再也没有隐藏的秘密了 所以天感动地下了一场素雨 鬼夜在夜晚开始哭泣 如果汉字会说话 他一定会告诉我们 中国人对天地万物的认知和感受 我们中国人的一种智慧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我们自己 拥有如此古老和如此美好的文字 感到骄傲和自豪 因为爱我们的文字而爱我们的文化 因为爱我们的文化而爱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有请徐日同学步入今天的荣誉殿堂 中华文明的光辉是由我们的先人书写 灿烂的未来是需要永远去书写 所以希望你续续在未来的日子里 不仅是精于在笔划的计算上 更善于书写美好的未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